塞北捷系列活動今年首度遺失到吉安鄉舉行 這次集結有33位創作者 10月份開始在吉安的浩克藝術村展出超過70件拼布的藝術作品 歡迎鄉親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一件件五彩繽紛的拼布藝術作品 悬掛在吉安鄉浩克藝術村的遠區當中 這是今年首度遺失到吉安鄉所舉辦的塞北捷系列活動 這次總共集結33位創作者以扣為19日記作為主題 在吉安浩克藝術村展出超過70件的拼布藝術作品 為什麼叫扣為19日記呢 那麼因為是因應在疫情期間COVID-19疫情期間 這些拼布老師沒有辦法到教室一起來學習 怎麼辦呢 他們就只好在家裡用拼布來寫日記 所以在這一次呢 吉安鄉浩克藝術村吉野藝文館當中 總共是展出76件的作品 都是劉宣華老師的學生 他學生現在也都是老師們 這一些拼布的作品 都是在5月中疫情期間到現在 他們所創作的作品 甚至有一幅呢 是昨天晚上才完成的 疫情期間出不了門 參展學員及老師們 也因此激盪出包括優雅平生活 布解花蓮風情 寇為封不住的創意 秀麗摩登 自在魔法 十歲光陰等留大主題 其實我是先從整理我家開始 把我家先整理 然後整出一堆的稅布以後 我才想到我可以利用 這些稅布在家利用 所以我們有一些暴整 疫脈暴整就是這樣出來的 這次的賽倍節系列活動 主要有四個部分 除了別具巧思的拼布展覽之外 其餘的活動也將在雙十節之後 陸續登場 我們國慶日在江國小前 所有的我們的護欄 以及我們的道路兩盤 要來開啟我們的賽倍節的文化 同時也邀請大家 10月10號10點鐘 來到我們的希望公園 開啟一整年的希望 讓我們迎接燦爛雙十的國企 然然上升 以及精彩的賽倍文化 共同結合的親自的饗宴 拼布藝術透過系列活動 以不同形式 呈現在大眾眼前 其中的義賣所得 也將會捐助給 畢師大教養院 及黎明教養院 歡迎有興趣的鄉親朋友 可以前往吉安浩客藝術村 欣賞作品的同時 也能支持選購 10月10號賽倍節 在吉安 耶 記者徐立芹吉安相報導